我一直以为我家很公平 爸爸偏心姐姐 妈妈却偏心我 姐姐出生的时候 爸爸很高兴说 第一胎生姐姐很好 以后可以照顾弟弟 做人最完美的就是儿女双全 女儿也很好 贴心小棉袄 可是生我的时候 爸爸却变了脸 因为我是女孩 他当天就想把我送人 是我妈跪下来哭求 说家里无论如何也不差我这一口饭 这才把我留下了 后来 当爸爸明目张胆的偏心姐姐 只给姐姐带东西时 妈妈会刻意把我抱出去 给我买糖吃 妈妈说 她最喜欢我 我比姐姐懂事听话 我才是她的贴心小棉袄 我一直戏以为真 直到我怀孕后 她给我的孩子买了五块钱的衣服 并身以为傲 得意洋洋的向我婆婆炫耀 自己能逃到好货的本领超群 可是我却知道 她给姐姐的孩子买衣服 向来都是几百元起步 那一刻 我忽然觉得自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 妈妈的笑声很大 她语气高昂的向婆婆叙述 自己是怎么从夜市的地摊上 逃到了这么便宜的好衣服 纯棉的 样式又好看 人家十五亿件呢 我讲了很久 最后讲到五块钱 你看多好 别的孩子想穿还穿不到呢 我婆婆面露甘大的看了我一眼 我觉得难堪极了 几次给我妈使眼色 可她兔沫横飞 正说在信头上完全注意不到 我只好借着给她倒水的契机 赶紧打断 妈 你喝点水 我妈依然不觉 真性情地将水推了推 我不渴 亲家 你是不知道 我这个小女儿性格好得很 对物质的要求也特别低 她穿什么 用什么从来都不挑的 可让我省心了 你有福啊 贪着这样节省知道过日子的儿媳 你是不知道我大女儿 那和她妹妹简直就是两个极端 非要穿牌子货 买的衣服如果低于五百 她会直接给你丢出去的 哎呀 我上老火了 我妈明明是在夸我 其实多年来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夸奖方式 她总是这样 踩着姐姐夸我懂事大起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我婆婆面前 这些话无法让我开心 反而莫名难堪 特别婆婆的眼神深刻复杂 叫人看不懂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 做错事的好像是我 我急忙叫我妈强行转移话题 妈 你不是说这次来有什么重要的事 光顾着聊天 还没说呢 我妈拍了自己的额头 这才恍然大悟的笑道 瞧我这记性 她小好几步 走到客厅 将她一进门就背来的大尼龙袋子拿了进来 她将里面的衣服一件件的往外拿 似乎都是小孩的衣物 只是看着有些旧 有的甚至有些污渍 这是你姐姐的孩子小生脱下来的旧衣服 叫我帮你捎来 亲家母 你可别介意 这都是好牌子 她姐姐挑剔的很 这些衣服都是几百上千的 有几件还是我给她买的呢 小生长得快 这些衣服都小了不能穿了 给别人可惜了 倒不如便宜堂堂 堂堂是我儿子的名字 我实在难堪 再也忍不住 妈 你能不能不说吗 我妈一脸愕然 我怎么了 你该不是介意这是旧衣服 旧衣服怎么了 你从小就是穿着别人的旧衣服长大的 你忘了 你现在怎么这么贪慕虚荣 我告诉你 小孩子穿百家衣是好事 能积累福气呢 你没听说 很高兴的样子 总之我不要 我胸口堵着一口气 浑浊难受 让人莫名的烦躁 其实我不是无法接受旧衣服 我只是无法接受 我妈这种给的方式 无法接受 她在我婆婆面前 如此坦然的炫耀的口吻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只知道 这一切隐隐的让我难受 本能的抗拒 所以我的口吻声音又强烈 我妈也有些生气了 她愤愤地把手里的衣服摔在地上 我一片好心 你怎么这么不是好歹呢 我婆不健壮 赶紧打圆场 气不假 远远不是另一意思 主要是宝宝的衣服已经够多了 不少朋友给了 穿不了这么多 别辜负了她姐姐的一片好心 我妈却听不懂班瞪远眼睛 旁人给的 哪比上次家人的好 怎么也有个亲手远近啊 反正我是给你拿来了 你不要就自己扔吧 她赌气道 说爸就站起身 说要回家给我爸做饭了 然后不管我婆婆怎么挽留 都不停步 气冲冲地离开了我家 我一下午心情不好 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躺眼泪 直到宋凯回来 她听说一窃后 了然一笑 我说妈刚才 怎么忽然把我叫过去 给了我五千块钱 说要给你和堂堂买衣服 我妈的人可是铁公鸡一毛不拔 叫她出鞋可不容易 赶紧收好了 以后都叫岳母来几次 咱们不就发了吗 我明知道她是有意逗我开心 却还是没忍住 扑斥一声笑出来 我踢了她一脚 你这个人 怎么心机这么深重 哎 我是说真的 你想一个月肯定收入五千的话 一年就是六万啊 给你咱俩一个人的工资了 她叫我笑得开怀 这才说了不正经的神色 正色道 那些衣服不喜欢就扔了 我们又不是穿不起心的 何必上这么大的火 也值得你流眼泪 岳母那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耿直莽撞 说话不必然而已 她又没什么坏心 说到底 她无非是觉得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说什么 没必要藏着掖着 其实啊 我知道你 你不就是觉得 她这么在我妈面前说话 你没面子吗 可是我妈是外人吗 还是她这么说了 我妈就会轻视你 不好好待你 你呀 就是心思太重 我叫她戳破了心思 当下红了脸 只知之无无的辩解 我才不是 但是沉重的心 叫她这么说开 反而松快了不少 也许她说的对 有时候我就是想的太多 对了 房子的事 你和岳母说了没有 她一面挂外衣 一面回头问我 当初因为婆婆这边 家庭条件很一般 又一直有拆迁的风声 所以我嫁过来的时候 婆婆并没有给买房子 我们一直住在婆婆家的 另一间房子 只是现在生了孩子 住在一起 就显得太窄太挤 我家里有两套房子 一套自住 一套出租 我妈早就说过 当初姐姐结婚 他们给了一百万的嫁妆 我结婚 就不给钱了 活动资金不多 就把那套出租房子给我 随时可以过户 宋凯的意思是 叫我问问爸妈 能不能先让我们住过去 等拆迁房一下来 我们就立刻搬走 虽然我妈总说 要将那房子给我 还多次不太好意思的问她 会不会介意 那是一套老婆小 但宋凯似乎并没有 直接拿着那套房子 当做我们的所有物 她说 婚房应该是南方出的 我现在给不起就算了 但是我不能理所当然的 就要你家的房子 所以过户是不用的 至少我们家的拆迁房 下不来之前 我不会要你收岳母的房子 岳母能借给我们过度一下 我就感激不尽了 我很感动 便照着她说的问了我妈 我妈答应得很痛快 说回去就叫租户准备退租 违约金她来付 违约金当然不能让岳母付 这样吧 我一样会转你一万 你转给岳母 我不解 你又不是没有我妈的微信 你自己转背 干嘛把好人给我做 我一个女婿转钱给她 她怎么好意思收呢 少不得拉着一番 还是你转吧 如果她实在不收 等我们下次回家 悄悄放她抽屉里 我便如她所言 转给了我妈 我妈秒收 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微妙的不适感 那种感觉是轻轻的微痛 又说不清原有 我在键盘敲着字 打打杉杉 迟迟没能发过去 哎 你爸这人真是的 我说我不要 他强行把我手机给收了 真犯贱 圆圆 我不要哈 你们小两口过日子不容易 到现在都没买房 还是自己留着吧 他把钱给我转了过来 我想起 我爸从小就偏心我姐 不爱我 每每出差 只给姐姐带礼物 我哭闹 他就边瞎话搪塞我 这是人家你李叔叔 特意买给你姐姐的 人家没给你 我能怎么办 厚着脸皮 再和人家要一个呢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 我爸点了收取 这件事很正常 往年的节日 我发给妈妈的转账 总是爸爸点的 他不爱我 所以从不心疼我度日艰难 可我妈不是这样的 她很爱我 她会背着我爸 给我买零食 会在爸爸骂我的时候 故意把我拉出去 爸爸偏心 姐姐善度 妈妈是家里唯一的温暖 我实在不应该 如此敏感多思 小度鸡肠的恶意揣测 妈 你收着吧 不能让你们在中间吃亏 我点了退回 没想到几天后 我妈却告诉我 那套房子 暂时不能给我住了 我问她为什么 她直直无无说不出来 我以为是租户不愿意走 一日下班后 不顾滂沱大雨 伸一脚浅一脚地往家里赶 我的伞被风吹折了 我自己也被淋成了落堂级 刚到家门口 却听见我姐抱怨的声音清脆 利落地响在耳边 妈 看看你挑这个过后好日子 淋死我了 干嘛这么急啊 你就直接说 房子不给她了不就行了 你的房子你的财产 你爱给谁给谁 她凭什么不高兴 哎呀 你哪知道做父母的难处 我哪能和你爸似的 在明面上就偏心 表面上起码给一碗水端平了 那也不用这么急啊 看看这鱼 这几天你妹总打电话催我 我快拖延不住了 还是早点过户早放心 拖久了 谁知道有什么变故呢 对了 你可别漏风声 尤其不能将你妹妹知道 我把房子给你了 这个结果眼 她要是知道了 还不恨透我了 恨透就恨透呗 她能怎么样 我姐不以为然的声音 我妈仿佛是拍打了她一下 趁怒道 你这孩子是不是傻 她生气了 不养我们 到头来养老 不就成一个人的责任了吗 我还不是为你好 我知道了 在梦中整个人都在发懵 一双腿更是软的发颤 我听错了 对吧 不可能是这样的 我拿出手机 给我妈打过去 好了好了 别说话了 你妹妹打电话过来了 哎 怎么这个声音似乎有些劲 我妈疑惑得嘟闹 顺着声音靠近 然后透过门缝 对视上脸色惨白 目光绝望的我 她呼拉一下把门打开 言语激动 哎呀 我的姑娘 你怎么临成这样了 没带伞吗 快 快进屋洗个热水澡 可别感冒了 我妈的关怀 一颜言表 一会儿给我拿毛巾擦头发 一会儿给我倒热水 如果不是我拦着 她都要到厨房煮浆汤了 如果不是我刚才在门口 听到那一番 让人量心量费的话 此刻我应该会很感动 可是现在 我只有满腔的疼痛和无措 妈 我冒雨过来 就想问问你 那房子怎么了 现在看来也不用问了 我干巴巴的苦笑 扯下头顶的毛巾 攥在手里 水滴从毛巾上 落在我的裤子上 可我浑然未觉 因为我已经全身湿透了 因为我真的没什么力气了 我感觉到 我的全身都在发热颤抖 我妈避而不谈 只想推着我往卫生间走 现在还说这个干什么 你赶紧去洗澡 别生病了 妈 我生不生病 你真的在意吗 你这孩子 说什么胡话呢 你是我肚子里掉下的肉 我能不关心你吗 我妈雨带呵斥 仿佛脑火急了 你是掉前眼里了吗 从你进屋 就一个劲儿地方的房子吧 行 我实话告诉你 房子确实是你姐姐了 怎么样 不行吗 我自己的房子 我连给谁的自由都没有吗 我还没老呢 难道就做不了自己的主 我妈恼羞成怒 一叠声的问话丢了过来 我按住起伏不平的心跳 竭力控制颤抖的声线 妈 你明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答应我的 你说要把这套房子给我 你说可以借给我们赞助 是 我是答应过 可是你回家问问 你那个不要脸的丈夫和婆婆 她们是怎么好意思收的 我是嫁女儿 她们是娶媳妇 怎么好意思连个房子都不出 等没我们的房子 你再出去打听打听 哪家大姑娘结婚 婆家不给买房子的 又有几个像你这样的傻蛋 在婆家懦懦无能不敢争 回来对着自己的父母厉害 抢家产 我和你爸还没死呢 可是分明姐姐 也没有自己的住房呀 她现在住的那一套 也是妈妈给的 她可以 为什么我不行呢 我听见我困惑地问了出来 得到的 却是我妈的破口大骂 你是怎么好意思和人家比的 你姐夫人家有自己的公司 活动资金都所住了 这才住我们的房子 你呢 你嫁了一个 什么都没有的穷光蛋 你和人家能比吗 世界仿佛被按了静音键 我忽然听不到 我妈咆哮的声音 而只有她猙獰的 张牙舞爪的神情 如魔鬼一般 那分明不是我的妈妈 我的妈妈温柔 善良 对我很好 她是什么样的 她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拼了命地想 发现自己只知道 她偏爱于我 却想不出来 她偏爱的具体能量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我满心困惑 身体终于疲惫不堪地 落了下去 昏倒前 我看见家里黄灿灿的灯 恍惚想起 第一次踏进城市里的家门 我想 城市真好啊 电灯真亮啊 我陷入高热中 整个人不断地 做着各种各样的梦 墙堡中的我 被妈妈含泪送回了姥姥家 她对我说 妈妈也是没办法 你爸看见你就生气 我好不容易才拦下来 不叫她把你送人的 你乖乖地在老家 听姥姥的话 等能上学的时候 妈妈就来接你走 可妈妈一直一直都没来 七岁的时候 锅台高的我攀着窗户 看外面生开的狗尾巴草 听得姥姥愤怒地给妈妈打电话 圆圆要上学了 怎么能留在我这里 村里的狮子力量和城里怎么比 圆圆也是从你肚子里掉出来的肉 你知道疼悠悠 难道就一点你不管圆圆 挂了电话的姥姥爱声叹气 低声告诉我 妈妈工作忙 暂时还不能接你回去 你就在这里陪着姥姥 在姥姥这里读书好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头 姥姥将我一把搂入怀里 力道大的有些疼 可我毫不反抗 因为姥姥的怀抱真的很暖很暖 我很少能见到妈妈 即使见到了 她怀里也抱着姐姐 穿着小公主裙 编着麻花便 漂亮精致的如同瓷娃娃的姐姐 她不能抱我 要不然姐姐会生气的 妈妈说了 但她最爱的 最心疼的是我 因为我懂事 从来不给她惹麻烦 姐姐就不一样了 姐姐总让妈妈头痛难过 妈妈总说 圆圆还好有你 真想早一点把你接回去 可是她却一直没能接我回去 直到我中考考了全线第一 她喜气洋洋地回来 给我带了一个漂亮的钥匙扣 是小熊样式的 她叫姥姥帮我收拾行李 画面一闪 好像是我们婚后 我在帮妈妈做运动 姐姐一边刷手机 一边说叫我 你读那么多书 有什么用 到头来 还不是要找个穷老公 所谓读得好 不如嫁得好 你看我 看看你姐夫 家里有的事情 人最可怕的 就是穷在头脑和眼界 偏巧 你两样都占了 哈哈 我妈在一旁笑 二泥嘴笨 从小就说不过大泥 愤怒在胸腔拼命燃烧 我猛一挣扎 竟然醒了过来 消毒水的味道 充斥进鼻腔 白墙映入眼帘 孙凯喜出望外 你终于醒了 她把手背放上我的额头 太好了 终于退了 你知道你昏睡了多久 一天一夜 可吓死我了 你怎么大雨天的 在外面跑呀 你不打个车 她不住声地埋怨我 可是我紧紧地抱住她 用力呼吸她身上的气味和体温 就和我小时候 每次想妈妈了 难过了 就会回家用力地抱紧姥姥一样 可我的姥姥已经不在了 我能抱的 能依赖的 好像只有她了 怎么了 她小心翼翼地回报我 我的泪大颗大颗的往下落 很快会流成河 我紧紧地咬住嘴唇 嗓子却还是无法控制地 发出小兽哀鸣一般的乌业 我无法告诉她 我大梦一场 遇到许多虔诚往事 我好像明白了一件事 我的妈妈并不爱我 一直以来 她只是假装她很爱我 我也假装她很爱我 我用她对我说的话术骗自己 骗着骗着我就忘记了很多事 我忘记了 因为姐姐学习成绩垫底 我去名列前茅 每次成绩出来 她都要闹一场自杀 她不允许我在家写作业 说我是在装枪做事 爸爸撕了我的作业本 拎着我的衣领 把我丢出门外食 我求助地看向妈妈 哭求妈妈帮我救我 妈妈却一心扑在姐姐身上 搂着她安慰 事后她虽然在我面前 责怪姐姐不懂事 说她们惯坏了她 却一如既往地要求我退让 听话 你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妈妈已经让你爸和你姐姐 弄得心力交瘁 你要妈妈省省心好吗 她的眼泪让我心痛 我一直拼了命地努力 去做她口里的好孩子 希望她能看到我一点点 她的每一次认可和夸奖 与我都是最大的荣耀 我考到清华那天 她激动地落了泪 订了酒店要帮我庆祝 怕姐姐闹事 她甚至一早给姐姐安排旅行 叫她出去玩 因为姐姐高考只考了200分 连普通的三等和高职都上不了 只能去酒店当营业员 她怕我的高考成绩 刺激到姐姐 并骗姐姐 我只考了100来分 高考失利 让她高高兴兴地走 那时候我都没有半点不高兴 反而觉得妈妈用心良苦 可是姐姐后来还是知道了 她中途回来 拿着农药做事 要往嘴里灌 阻止我们去酒店庆祝 亲朋好友都等在外面 姐姐却威胁 如果你们出门 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我惶恐无措下 被迁怒的爸爸抓起来 扇了一巴掌 都是你 考那么两分 有什么了不起 得死什么 窜多你妈 给你举办什么庆功宴 害死你姐就好了 老子踹死你 爸爸对我拳打脚踢 才平息了姐姐的怒气 我妈扑上来挡住我 哭着叫我爸爸放手 你这是干什么呀 关孩子什么事 你别打他呀 那时候我是那么感动 认为这都是妈妈爱我的名证 可是可是 我狠狠地闭眼 思路越发清晰 妈妈并不是爸爸 一开始动手的时候 就挡上来的 而是爸爸已经打到筋疲力尽 姐姐已经出了气 得意地在笑 我哭得凄惨无比 一切都走到了尾声 所有的震慑目的都已达到 他才扑了上来 阻止了这场闹剧的继续发酵 我大学坚持赚了钱 给妈妈买了一对金耳坠 却被姐姐一款式老套 我审美不行为由 强行带着妈妈去店里换款 我花了两千多的耳坠 姐姐贴过了两百左右的手工费 给妈妈换了款 妈妈却喜洋洋地称赞我们 我摊上了一对好姑娘 都孝顺 都好 那时候我明明是不太舒服的 却在妈妈赞扬的目光下 强行压下了心头的不满 我怕自己小气算计 所以处处强装大方 打肿脸充胖子 即使是后来 姐姐已就手势戴久了 会逆给妈妈换新的的名义 拿走了耳坠 给妈妈换了一套 不值钱的玻璃坠子 我也不敢说什么 我怕妈妈觉得我给了她的东西 还在电机去向 毕竟在她嘴里 孝心无价 姐姐的一对玻璃珠子 和我的金耳坠价值相等 只是后来我送衣服 送电器 再也没送过金子 更早的更早 我刚被接到城里 因为考虑姐姐的心情 考虑街坊邻居的看法 爸妈不准我管他们叫爸妈 而只能叫叔叔婶婶 每一次 我都很害怕寒暑假的到来 因为一到寒暑假 我就会被好事的街坊邻居冷嘲热讽 你这孩子好奇怪 怎么放假也要赖在亲戚家 都不回自己家的吗 姐姐在旁边一边吃着冰糕 一边偷笑 即使是妈妈听到了 也不会替我辩驳 而只是笑着说 她爸妈很忙的 后来我就躲在屋里 不愿意出门 我爸骂我 内向孤僻见不得人 我妈也会说 二妮的性格是有点腼腆的 我从小就恨我爸 长大后 我会和他对骂 他叫我刨腿给他买烟 从来都叫不动 能赚钱后 我更是一分钱 都不愿意花给他 某年的父亲节 他爸妈咧咧的说 我从来不知道给他买东西 我立刻回队 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回家带礼物 只记得带姐姐的吗 我哭了 就会被你扇一巴掌 说我是黑孩子 连户口也没有 也配收礼物 可是我从来没有记恨过我的妈妈 我是那么相信她说的 她是偏爱于我的 因着这份假象 我的童年才不至于贫瘠黑暗到底 可是谎言在美好 总有戳破那一天 你渐渐 一桩桩如背线穿起来 无疑不指向一个真相 我妈并没有比我爸对我好多少 只是因她没有那么过分 只是因我拥有的太少 所以夜障目 我哭得歇斯底里 喘不上气的难过 那种感觉 就像心脏插一把刀 不停地翻搅着桶 不把人捅死了 不罢休 也许是人倒霉到顶头 就会有好事发生 也许是老天爷实在看不惯了 我还没想好 怎么和宋凯说房子的事 婆婆家的拆迁款去下来了 婆婆毫无保留地 把这笔钱交给了我们 你们结婚的时候没房子 正好拿这笔钱买房子 这些年委屈圆圆 什么都没有的跟着你了 去吧 买个大一点的 住舒服店 我和宋凯跑了很多次 才终于看中一套房子 160平方的大平层 很宽敞 30一平 客厅大的 都可以骑自行车 房本拿到手那刻 我手指颤抖得几乎握不住 宋凯也很高兴 他想叫这双方父母 一起下馆子庆祝一下 我轻调淡写地拒绝 我父母旅游去了 咱们就叫着你爸妈就好 我终于能理解 我的父母和姐姐 为什么有时候要谎话连篇 谎言 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他可以省很多事 免于旁人的追问 逃避你的不想面对 可是我并没能逃避太久 我妈还是知道了 宋凯觉得这么大的喜事 不能不通知岳母医生 所以他背着我 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 说明了不需要 借助她的房子的事 顺便也说了我们买房的事 还邀请她旅游 回来到我们的新家住几天 我生病那几日 我妈没有来 连个电话都没有 当得知这个消息 他却很快过来了 他满脸喜气 不住的埋怨我 你这孩子 这么大的好事 怎么还藏着噎着呢 女婿说要请我们吃饭 你怎么还撒谎说 我们出去旅游了 得亏我反应得快 给你瞒下来了 要不然你让女婿怎么想你 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你这傻孩子 你不想想 如果我真的把房子借给你了 你婆婆还会这么大气的 把拆迁款都给你吗 你能住得上这么大 这么好的房子吗 他兴奋地探头看 嘴上喋喋不休 这么大的房子 将来我们都来住 也住得开 真好 远远 给我和你爸留个朝阳的房间 我们老寒腿 可不能受朝 我火气不断往脑门上冲 忍不住打断他 谁说我要叫你来住了 难不成把我们两个老骨头 丢到马路上吗 那你也太没良心了 会被人家说几两骨骂的 我妈自着牙骂我 那副神态 与村里的蛮横扑腹无异 我心里越发厌恶 又痛又恨 冷冷地笑道 你不是还有个大女儿吗 你给了他两套房 还怕他将来不养你的老吗 你怎么这么记仇呢 你姐姐过得不好 我帮扶帮扶他 有什么错 他那两套房加起来 也没有你这一套好啊 你还不知足 非得去和他 争那个老婆小做什么 你婆婆这钱 不就自己留着养老了 怎么会给你们呢 我一片苦心 你难道就一点都不理解 我明明知道他说的不对 不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无法辩驳 他的逻辑虽然荒谬 但是竟然能完全自洽 我烦躁地看了一眼手机 知道宋凯快下班回来了 我并不想将原生家庭的矛盾 带入小家庭中 所以我速战速决 提起之前给他打过去的 那一万块钱的事 既然房子并没有借助给我们 那把钱还给我吧 我妈一脸无法接受的表情 圆圆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养你这么大 你花了我多少钱 这一万块 你还得要回去 我深吸一口气 闭了眼 好 我不要 但是妈 以后没事 请你不要上门了 否则 我就把你们做的这些事 告诉宋凯 以后 你守着姐姐过 她嫁了一个有钱的富家 能给你们过好日子 离我远点 省得我把煤气传给你们 我咬牙逼出狠话 将她驱逐在门外 自那以后 我再也不动门拜访 哪怕是三大劫 宋凯疑惑 我便将事情 简单说了一下 她沉默了 不再过问这些事 我爸会在酒后 打电话骂我 说我是白眼狼 说我是没良心的见惑 各种难听的脏词 不堪入耳 我会生死力竭地 回骂过去 骂到自己浑身颤抖 泪流满面 宋凯每次都受不了 强行挂断我的电话 你不接她的电话 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一定要和她 这样对骂 你看看你自己被伤到什么样 她把我拉到镜子前 镜子里的女人 一脸疲惫 披头散发 她的手给我擦泪 错的当然不是你 我们丢开他们 好好过日子好吗 不要再内耗了 她们不配 知道吗 她们不配你的任何情绪 怨恨 痛苦 或是满腔的恨 都不配 我勾搂下背 捂着脸 眼泪却从手指缝隙往下滑 我知道我的恨浅薄无力 报复不了任何人 只折磨了自己 可我还是好恨 我恨我爸 恨我姐 更恨我妈 恨她一直以来的虚情假意 恨她骗我骗得那么苦 更恨的是 当我戳穿一切 结果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这么痛 甚至即使是此时此刻 我还是那么没出息的 期待她的后悔 期待她来向我求述 午夜梦回 我总梦到她 哭着对我说她错了 她不该如此偏心 但是现实一次都没有 她坦然的接受了我们的断交 我很快销售下去 整个人轻飘飘的 仿佛风吹一下就能吹跑 急坏了宋凯 她每次都比我多吃一点饭 节假日就带我到处旅游 她还帮我预约了心理医生 每周请假也要陪我去看 最后她无措地抓着 自己的头发落泪 我到底怎么做 才能让你开心一点 不想她们行吗 想想我 想想我们的宝宝 我们不足以撑满 你全部的生命吗 我同她一起哭 我也好痛恨自己的不争气 可是情感的软弱之处 正在于她没有一个开关 可以在你觉得 受到伤害的时候 按一下就可以轻轻关上 感情的抽离 是抽筋把骨的疼 更是一场没有麻药 不知终点的手术 除了忍着受着 别无他法 第三年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坦然地面对 父母和姐姐亲密的全家福 我拉黑了他们 再也不窥探他们的动态 可是每一年 姐姐都会把他们亲密出行的照片 刻意洗出来 都有过来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恨我 一定要把杀人诛心做到极致 但是她成功了很久 直到又一日 我对着那些照片自我哀怜 陷入魔证无法自拔 孙凯从厨房里拿出一把刀 叫嚣着要去捅死他们 我死死抱住她的腰 不让她往前走 放声大哭 我再也不看了 再也不看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她扔了刀 扣住我后脑的手一直在抖 那之后 我的情绪稳定了许多 就算照片再有过来 我也可以克制自己不看 直接扔掉 我陪着宝宝成长 体验做母亲的快乐 我努力的不想姐姐 不想爸妈任何一个人 只是对于婆婆提到 生二胎的话题 我总会异常伤感地沉默 孙凯比我更敏锐 她会强行打断话题 或是故意拉走婆婆 然后私下她告诉我 我们不生二胎 就要堂堂一个 每每这样我总会气不成声 她总是这样 不用我说什么 就能明白我拒什么 欢喜什么 她总让我觉得 自伤最对不起的不是我自己 而是她 就这样 在她的陪伴下 我慢慢走出来了 我再也不会刻意幻想 母亲来挽回我的画面 来自我治愈 第五年 我对父母彻底死心的第五年 我妈竟然真的出现了 她风尘仆仆地出现 泪流满面地求我原谅 这一幕我曾幻想了一万遍 当真的出现时 我就发现自己 竟然可以毫无波澜地看着她 听她哭诉她现在过得是多么不容易 原来 前些年疫情 闹得生意很不好做 姐夫家的买卖 已经入不敷出很久 一直在啃老本 姐姐认识一个大老板 很有背景 做的是投资项目 便拉着姐姐和她一起做 姐夫虽然不放心 但还是拗不过姐姐 投了不少 后来大老板跑了 他们负债累累 因为姐姐是法人 当初姐姐还特意打电话来和我炫耀 说自己成老总了 我听了一耳朵 觉得不靠谱 还特意提了一句 法人是要担责任的 但是姐姐认定我是在嫉妒她 根本没往心里去 后来姐姐被债主追上门 姐夫无法 卖了公司 又把妈给的那套房子卖了 才勉强把窟窿填小了 但是逢年过节 追债的还是会上门 姐姐姐夫根本不敢回来 我爸又是吉好面子的人 街坊邻居看着追债的上门 总说闲话 我爸气得病了好几场 最后得了中风 瘫倒在床上 生活无法自理 我姐呼呼提提闹自杀 孩子也不管 直接掉在我妈那里 也不给钱 时间久了 弄得我妈苦不堪言 你看看我的手 妮子 我六十多岁的人了 现在应该可以想想轻浮了 可是让你姐拖累的 我到现在都得干活 一天不干 就没有工资 怎么糊口啊 你爸到现在都下不了床 吃喝都要人味到嘴边 屎尿都不能自理 我妈一边说 一边抹眼泪 你现在是出息了 我看你门口两辆车 都不便宜 又住这么大的房子 你还记和妈妈吗 妈妈真的知道错了 不该受你姐的缩间 把房子给她 可是你想也想想妈妈的好 好吗 当初因为你是个女孩子 你爷奶奶想直接 把你放在便盆里溺死 你爸想把你送人 都是我拦下的 虽然最后去了你姥姥家 但是好歹是自己的亲人不是 妮子 你就这么很心吗 真的不要妈妈了 我给你跪下行吗 她咬了咬牙 流着泪泪在我面前跪下 我偏了偏身体 逼了过去 声音冷淡 态度疏离 我告诉她 别折我的瘦 我可不敢当 然后我把门重重地关上 窗外稀里里地下起小雨 我透过玻璃 看到她固执地站在原地 任由雨水打湿她的头发 她真的变了 现在的她 一脸苦相 能看出来过的是真的不好 可是我能做什么呢 我连自己都救不了 更不可能救得了她 我冷漠地拉上窗帘 眼不见眉睛 后来天晴了 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 只是那之后 她经常会来 在门口放些瓜果蔬菜什么的 每一次 我都会狠狠地扔进垃圾桶 然后回家拼命洗手 肥皂都要打三遍 我好不容易稳定的情绪 又开始起伏不定 我变得特别容易烦躁 莫名其妙就心情不好 尤其是看到她以后 我总要发一通邪火 孙凯打算去找我妈一次 可她说清楚 叫她不要再来 我坚持要一起去 我要自己面对 朱医生也说过 我需要面对自己的心结 朱医生是我的心理医生 孙凯只好同意 我们牵着手 开着车去了我妈那 人刚进医院 就听到我姐咆哮的声音 你下午去哪了 把这个瘫痪老不死 丢给我一个人看 你还要不要脸 这到底是你的丈夫 还是我的丈夫 这是你爸 你说话不能这么缺德 我妈应该是气急了 声音都在发抖 难道不是吗 死又死不了 活又活不了 这是烦死人了 你爸是因为谁躺在这里的 大妮 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啊 你爸爸好好的时候 最疼的就是你 你现在 我妈气到说出来话 我姐反驳的声音 却越来越高亢 疼我 别骗自己了 以为我不知道吗 那是因为你们没生出来儿子 如果有儿子 我的命运不会比圆圆好多少 你们当初满心以为 圆圆是男孩 所以对我被加宠爱 以表明你们不是重男情女的人 结果呢 圆圆是女孩 你们就百般嫌弃 把她放在便筒里 她命大没死 你们就想送人 送了一圈没人药 就把她丢回老家 让她自生自灭 别忘了 那时候我已经五岁了 我已经记事了 你们说的每一句 我都听得懂 并且记得住 想像扑儿圆圆一样扑儿我 你把错了算盘 我正正愣在原地 感觉手脚发愣 原来就连这个也是骗曲 我勾了勾唇脚 却没能笑出来 我姐在骂 我妈在哭 我爸一动不能动 躺在抗拟 双目待着无光 我没了想进去的欲望 拉着宋凯转身就走 但是我姐忽然回头看见了我 她愣了一下 忽然激动地冲我妈叫道 她怎么来了 是你去找她了是不是 你让她来干什么 你和她说什么了 你们 你们都在看我的笑话 我妈抬手啪地扇了她一巴掌 你理智一点 她是你妹妹 又不是外人 她怎么就不能来了 我姐却依旧很激动 她挥舞着手臂 大声尖叫 你现在想要她当你女儿了 还是不看人家混得好了 你是觉得指望不上我了是吧 所以你就迫不及待地去巴结她 她用力地扯着我妈的胳膊 毫不顾及她吃痛的表情 大声咆哮 你都和她说什么了 你在她面前嘲笑我了 对不对 你说什么了 你告诉我你说什么了 你一定是在她面前嘲笑我了 对吗 所以她迫不及待地跑来看我笑话 对不对 我妈皱着眉头 几次想甩开她 都没甩掉 只能不停挣扎 你在胡说什么呀 疼死我了 你放开我 我姐疯磨了一般 冲出门来 宋凯小心地把我护在身后 生怕她过来伤害我 但她只是对我狂笑 别以为你赢了 你想看我的笑话 门都没有 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妈真的喜欢你 她是势利眼 觉得我厉害的时候就巴结我 现在觉得你能行了 就去靠拢你 你以为她真的爱你吗 你不知道吧 你大四那年 因为和爸爸吵架 一年没回家 你知道亲戚邻居问起你来 妈都是怎么说你的 妈妈神色慌张地冲出来 想阻止她 但是姐姐的嘴巴更快 她说你是因为嫌弃姥臭 不愿意回来 哈哈哈 你想不到吧 我记得那一年 我和家里要生活费 因为喝了一点酒 爸爸非常膨胀 不但不给 还骂得特别脏 老子没钱 老子上辈子欠你的吗 要一直养你 你姐姐都上班多少年了 你一直读这个 又用死书 花了老子多少钱 你要钱 就自己出去卖 老子没有 我太生气了 整整一年没回来 那时候 姥姥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 一直住在我家 怪不得 那段时间的亲朋好友 每每见到我 总会旁敲侧击地提醒我 做人不能光在意学习 做人更重要 尤其是小道 原来我妈还曾这样造谣过我 她明知道 我多么依赖我的姥姥 姥姥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为了她 我死都愿意 可是她濒临死亡那段时间 我因为和爸爸赌气不回家 我妈在她面前这样胡说 她一定难过死了吧 她怎么这么惨呢 遇到我这样 不孝又自私的外孙女 我应该是要痛的 很痛很痛才对 可是我的心空落落的 只有麻木 就像参天大树 终于连根被拔除了去 再也没有任何念想和指望 我妈哭着扑向我姐 把巴掌往她身上招呼 我造了什么孽呀 才生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怎么你出生的时候 我没直接把你溺死在便盆里 很熟悉的容骂 只是风水轮流转 我怎么也想不到 向来被爸妈捧在手心的姐姐 也会有这一天 姐姐不甘示弱 很快借着年轻 把妈妈压在了身下 抓着头发扇脸 场面一度变得非常混乱 我扯了扯唇 再没有看他们一眼 冷漠地走出了院子 孙凯担心地偷眼瞧我 几次要张口说什么 都没能说出来 直到车慢慢驶离村口 大树有序地后退 我才疲惫地闭眼 我没事 那 孙凯迟疑地开口 要不 我还是送你到注意生那座会儿 他想打方向盘 改变方向 我抓住了他的手 不用了 我想 再不用去了 我对他轻轻微笑 摇开车窗 我把挂在腰间的小熊钥匙链 一把扯了下来 丢出了车外 剩下的路 我想 我可以自己走了